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分享一個做筆記的一個軟體 它叫做OneNote OneNote這個軟體它可以整合了圖片、文字 甚至網頁上面的資料 甚至錄音都可以做一個資料的整理 那我現在用我的筆記本來做一下示範 那通常我們筆記本基本上都有 你可以創造很多個筆記本 那在這邊這個是上一段落的意思 就是上一段落 它這裡也有一個往上 那這個是指瀏覽的頁面 就是上一頁 上一頁就是你瀏覽的紀錄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子 那有可能你 我現在是在收藏的筆記本的 收藏的筆記本這裡面 然後它有好多的標籤頁面 的其中一個標籤頁面 那我現在是讀這一個 賣 這把閃給我的 這一個頁面 那如果你又看到了 比如說工具 工具或者是你又看到了版型 那如果你按上一頁 那它就是會跳 就是有點像紀錄的這樣子 好那 我們回到我的收藏的筆記本 那以收藏的筆記本裡面呢 的這個標籤頁 那它這邊 的翻譯就叫做結 結 那這個標籤頁面的這個結呢 的這一個頁 這個頁 那就是 它的邏輯是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如何把網頁上面的資料呢 抓到這個 OneNote的筆記本 那我們點一下它原始的資料來源 那你要下載這一個 網頁上面的資料呢 那麻煩你要再做一件事情 就是 到這個 Chrome的商店 這一個 去下載 OneNote OneNote 這個 這個我們把它下載出來之後 它就會出現在這邊 在這邊 好 那等一下就可以做一個資料的收集了 那比如說我們這邊 在找一篇文章 像這個就是我剛才看到的文章 它這裡面有一些什麼廣告啊 有的美的這樣子 對不對 好那 這邊我們回到了 自我管理好了 哇 喔在這邊 不滿現在的工作 想換新跑道嗎 那這個文章也蠻吸引人的喔 好那這邊呢 如果覺得這個文章不錯 那你就可以按這個 OneNote這個選項 那這個選項呢 它其實簡單來講 它分 第一個 整頁 就是指你整個網頁 第二個 區域通常是 可能截圖這樣子 類似 那第三個文章 文章是我 蠻常用的 它就是沒有廣告一些 拉哩拉扎的一些訊息 這樣子 呵呵呵 對 那這個就是剛剛的這個 網頁的 的title 那你可以改也可以不改 都可以 那我現在把這篇文章呢 收藏下來 那你還記得剛剛我的筆記本是在哪裡嗎 比如說我是在收藏的筆記本 那在這邊我是指 比如說銷售的故事 那這篇文章好像跟銷售沒有關係 反正就是工作上面的故事 那我想要把它存在這邊 那怎麼處理呢 那你就去選 你的 比如說我的 哪一本 收藏的筆記本裡面的 銷售的故事 比如說就是這個 那你就按剪輯 那它很快喔 那你可以在這邊點 OneNote這邊 檢視 那它會跳到 網頁的部分 網頁的 資料的部分 那這個是網頁版的 好那基本上呢 我在我的 內建的電腦裡面呢 也可以找得到啊 在這邊 佈滿現在的工作 好在這邊 OK 那這個文章啊 如果你覺得 哎唷好棒喔 好對是不是 啊想要跟人家分享 不可以 當然可以喔 你只要選 共用 然後把你 想要分享的人啊 打上 email 之後 那這邊可以選擇 是可以看的 還是編輯的 這樣子 那 你就按共用 那對方也可以收得到 你很棒的資料喔 那我們呢 簡單來講就是 先 介紹第一個 如何在網頁上面呢 好找到你要的資料